不是說他不對 但是這樣 中國那個非洲豬 到現在還沒進台灣 所以表示說事實上台灣的醫療體系 防疫體系 你要問我的話 當然人家說你醫界出身了 所以會講醫界好話 以我的知識 台灣的防疫系統 應該在世界上我們的醫療體系 防疫系統在全世界還算是排名很前面 算是好的 所以像非洲豬瘟 到現在還沒進入台灣 其實這樣啦 不過這樣啦 話也不要講太大聲 因為中國大陸一下子突然超過6000 到現在為止是8例 所以還是那一句話 未來一個禮拜 看我們的數目 如果我們也很多 那就是被美國人受眾 如果我們Case還是壓得慢慢的增加 那就表示我們既這個非洲豬以後 在防疫上還是成功了 所以未來一個禮拜算關鍵期 市長是不是今天有要求在第一線的 市府員工都要戴口罩 這個是這樣啦 口罩戴跟不戴是這樣啦 像第一線員工 特別是櫃台的 因為他跟不特定人士接觸 所以坦白講 下令第一線櫃台人戴口罩是為了保護自己 因為每天來接觸他 他也不曉得 他也沒有跟你講說他有沒有感冒啦 有沒有呼吸到症狀 他突然在你面前跟你打噴嚏 還是不行 所以其實 其實老實講 還好我們台灣人戴眼鏡很多 這不只是戴口罩 最理想是 我就勸大家這段時間就不要戴那個隱形眼鏡 所以要把眼鏡戴起來 至少還可以保護眼睫毛 市長 開工日準會幫我們講一下北市防疫 這個是這樣啦 我們早上已經有開完市長市會議 他有做一些指示 現在就分發各局處開始去準備 那下午2點我們會開工作會報 那出來以後我想那個防護市長會再出來跟大家講 我們大概每天會下來 會跟市民說明說 我們的新的防疫戰政策 所以下午2點以後等我們防護市長主持工作會報以後 會發布說 我們大概每天會發布說 我們的新的策略 做措施 上防護市政府嚴理 私人企業第一線服務櫃台 也強制戴口罩跟量體溫 台北市有可能擴大成這樣嗎 基本上 政治上是這樣啦 我們是由內而外 由公而私 所以 對公家機關我們就下行政命令 那私人的機關我們現在是叫建議 當然是這樣啦 我們也會 觀測疫情的變化 如果你那個疫情是很快在上升 我們也會下命令 所以我們 我倒覺得這樣啦 不用過度恐慌 但是也要做好準備 所以這條我的答案是這樣 我們就每天看疫情的變化 來決定政策 台北東半節明天要開展 然後五天預計吸引四十萬人次 你會不會擔心這個成為防疫的破口 在南港展覽館 一般來講是這樣啦 工作人員啦 因為第一線工作人員 他要接觸不特定人 那我覺得還是戴口罩 去參加人 如果是在一個密閉空間 然後又是跟你不認識的人 我建議還是戴口罩 我倒覺得這樣啦 SARS期間我們也是可以度過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如果去參加這種大型活動 特別是在未來這一個禮拜 我會建議參加人戴口罩 會不會要求停辦 不會 怎麼看現在行政院長因為進出口口罩的關係 所以然後被藝人罵狗怪 我跟你講喔 遇到這種瘟疫 你知道喔 大家還是 還是心平氣和 我們現在的疾病是 我們現在的對手或敵人是武漢肺炎 不要在自己同胞裏面製造混亂 不過剛才那一題我覺得是這樣 科學問題 科學解決 其實我也要求我們防護市長 今天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我們要清點台北市的 火照庫存量是多少 還有如果我們下訂單 他是保證他能夠供應 所以這條應該還是那樣 科學問題 科學解決 市長怎麼看現在樓下正在抗議反對那個新任的勞動局長 這個是這樣啦 因為當時我們這個勞動局長 我們是有經過臨選程序的 其實當時那個負責的那個PM 就是Project Manager 就是這個案子 臨選程序的召集人是蔡副市長 蔡副市長來說明一下 來來來來 我想針對兩個部分跟大家做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 勞動專業的部分 那剛剛市長提到了 陳信宜是在多位 台北市呢 今天取消了團拜 剛剛呢 市長也特別強調了接下來防疫的重點 中國從1000例突然暴增到6000例的確診 他提到台灣目前維持在8例 未來一個禮拜是關鍵 如果可以押注的話 就代表五方的防疫是相對成功的 點進去 通知